如果要比對的話 各位可以到我的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有一個表單練習 一個雲端白板 表單練習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就有答案了 這個剛剛的答案 然後這邊有一個程式碼 表單的程式碼 如果你剛剛怕做錯的話 你可以Ctrl C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body跟body中間 也OK啦 這樣也可以 那就這一串 再來的話呢 我要送出接收到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時候就一定要是PHP 因為我要接收嘛 按確立之後的話 接下來一樣先把它儲存 儲存檔案的名稱就是我們這個檔案名稱 PHP Phone 1 記得用所有檔案 副檔名的話就是點PHP OK 然後把它儲存 存檔 因為我已經做過了沒有關係 把它蓋掉 然後呢在body跟body中間打程式 打什麼程式呢 接收剛剛使用者丟過來的訊息 不過那段程式有點冗長 也還好啦就兩行嘛 那你就把這個程式碼 PHP到PHP Ctrl C一下 然後呢 就把它貼上 貼到哪裡 body跟body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再儲存一下 儲存 儲存起來對不對 這一段喔特別注意喔 就是你輸入的名字是什麼 把它接收到 然後最後的話 記得在瀏覽器中預覽一下 這邊有個瀏覽器嘛 你可以試試看 不是從這邊執行 是從這一頁執行 這一頁執行 把它執行過之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邊打bbb 按送出 如果你的畫面可以看到 輸入的姓名為bbb的話 表示你已經怎麼樣 透過你剛剛新增的PHP 把它接收到了 你會發現喔這邊 會有個usernate是bbb 幫你放過來 大概是這樣子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開個頭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個表單 畫面還給各位 這個表格怎麼拉 他FYG2MASTER 第一個 前面那個HT HTML 這個嗎 這個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就是 一樣從這邊插的表單 動作就是 就是指這一個嗎 對一樣嘛 就是PHP 然後底線 FORM1 點PHP 就是意思就是說 他的 動作有嗎 有有有 這個 GET給他按確定 這樣就 就有了 就是 他丟給他 Action 指的就是他要接嘛 他的動作 PHP 不是PHP 換換 打錯了 這個PHP 再來就是 在 請輸入姓名 比如說你就打一個請輸入姓名 然後再來就是插入一個文字欄位 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就是USERNAME USERNAME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變數 然後確定 後面再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不用給東西 他就是送出 他就會把這個東西送過去給他 他就接收到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GET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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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數 然後就把它 接收到 這個接收 他的規則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是GET 如果是POSE的話 那就改POSE 就OK了 回到贏了 HTMAN 那個蛋 這個 這個地方 對 你這個Action是 BodyAction是 洗在前面洗在後面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這個前後沒有關係 跟JavaScript一樣 對 一樣 一模一樣的東西 其實ASPPHP JSP都一樣 都一樣 對 對